第一個重要的事情是 你如何描述運動 我們現在當然很厲害了 我們現在每個人都有手機 拿你的手機去拍攝一個物體的運動 就可以把這個物體在什麼時間 把到什麼位置 這個訊息完全把它錄像 錄影 把它錄起來 錄了這個檔案之後 我們把它解開來 慢慢的觀察 停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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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可以把 什麼時候在什麼位置 統統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我就可以描述運動 所以描述運動很基本的 就是描述 它的位置 跟時間的關係 在什麼時間 到達什麼位置 所以我們要的是這個東西 在這裡 我先用一維運動來做解釋的話 那麼就是 在一維的坐標上 如果我有一個圓點 這個物體如果從圓點出發 它在什麼時候 到達什麼位置 不同的位置 我如果都能夠記錄下來 我就會得到 x 對 t 的函數關係 如果我得到這個量 我就已經可以描述這個運動了 因為 如果 我有這個函數 我把這個函數 對時間為 n 一次 你就得到 速度 你把速度再微分一次 你就得到 加速度 所以我們這裡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運算的法則 叫做 微分 我們並不打算 用太多的數學 來讓各位同學 一剛開始就覺得很困難 所以 你就記得 有一個數學 微分的一個運作 可以把 描述運動 如果一個運動已經能夠被描述出來 它的什麼時候 在什麼位置 如果這個知道 我很快就可以知道它的速度 可以知道它的加速度 因為只要透過微分就知道了 那麼 如果我知道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知道 後續 如果把這個乘上 m 乘v 這個就叫我們定義所謂的動量 ok 如果 客戶上非常有效的一個工具 直接用...